追新竹市警方破获一个横跨桃竹标的地下赌场 发现是新竹一名帮派老大 因为赌场炸毒被试破 于是派小弟前去处理 而小弟摆平纠纷之后 反而向老大开口勒索 引发老大不满 就派人到小弟开的公司来开枪 而警方就从这枪击案掌握关键线索 乔装成赌客来秘密搜证 才发现原来他们炸毒的Cable 竟然跟赌神电影里的这个桥段一模一样 成功乔装成赌客 偷偷潜入到地下赌场秘密搜证 就看到赌桌上气氛热烈 赌客们不时把骰子整叠献钞丢到桌上 但你可能不知道这赌场从没输过 因为里面藏有玄机 电影情节真实上演 原来这家赌场的赌具上点有显影剂 工作人员可以从监视镜头里知道赌客底牌 另外现场工作人员都佩戴有无线耳机 听从监看人员的指示发牌 再加上带着震动器的暗装 让毫不知情的赌客一进入就输光光 由这个一起配合的这个下注的人 他们身上带这个震动器 他们那个震动器他们会通知说 比如说这个赌客一赌客二 哪一个该震动 震动了之后他就会去投注这样 赌场大哥计划周详却因为一次炸赌被试破 派小弟去处理纠纷 没想到小弟掌握赌场出老千的把柄 回头勒索还狮子大开口 大哥一气之下派人到小弟公司开枪 引起警方注意成了破案关键 就是把手机开了 警方突击赌场 发现黑帮火力强大 不但有大型开山刀 还有一把90改造手枪 以及一把制式散弹枪 只是大哥再强也没用 最后还是栽在自己人手上 记者何孟谦渝川新竹采访报导 请试图